无父 你带小妹去哪 大哥不担心呀 娘带宝宝去抓鱼吃 真的 爱信不信 小姝儿 你还是跟着大哥一起吧 我一个人去 那 宝宝真的好想去 说完小四宝一脸委屈看着大宝 罢了 那我也去 陆娇娇带着三个奶娃来到河边 看着三个奶娃说道 要不要比赛 看谁捉得多 我一个人对你们兄妹三个 好啊 小妹没用 给你凑数了 可不能让别人说我欺负你 小妹 咱们才是一伙的 你要在这里当奸细 听到了没有 知道了 哥哥 可怜的小四宝就这样被自己亲哥抛弃了 小四宝立刻迈着小短腿 跑过去拉住陆娇娇的衣角 宝宝要跟着娘一起扎鱼鱼 光比赛没啥意思 输掉的人学狗叫 怎么样 确定 大丈夫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娘四个立刻兵分两路 大宝临走的时候 还拿走了陆娇娇的一个竹框和一根竹茶 陆娇娇把木桶放在岸边 让小四宝在木桶旁边坐着 小不点 你就乖乖坐在木桶旁边 哪里都不要去 等我抓鱼回来 带你回家坐红烧鱼 小四宝砸吧砸吧小嘴巴 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 娘放心 宝宝乖乖听娘的话 没一会陆娇娇就捉到满满一桶 回去的路上 三宝看着大宝担忧的说道 大哥 那个独妇的木桶 看起来好重呀 我们不会真的要学狗叫吧 里面肯定都是河水 他就是想让咱们觉得他抓鱼抓多 让我们担心自己要学狗叫 从心里上击溃我们 不用管他 等他过来就知道了 脸都给他打肿了 回到院落 三宝一脸迷茫看着陆娇娇的水桶 小少年去黑的毛子忽然呆住 在水桶里乌鸦鸦的一大片 三宝有些怀疑 陆娇娇是不是把小河里所有的鱼 全部抓了回来 完蛋了 我和大哥要给毒妇学狗叫了 这简直太丢脸了 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大宝 三宝 愿毒服输 这可是你们说的 大宝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 忽然脑中灵光一闪 狡诈看向陆娇娇 大丈夫 一言九鼎 说出的话不可出而反而 我抓的鱼少 我输了 让三宝学狗叫 三宝叫两声 就把我的内奋给代替了 三宝生无可恋学了两声狗叫 一场闹剧就这样结束 晚上陆娇娇给孩子们做了全鱼宴 饭桌上 陆娇娇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了孩子们 他准备把剩下来的鱼 拿到镇子上卖 小四宝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亮亮的 娘 可以带宝宝一起去镇上吗 小叔儿想要去镇上 小四宝点了点 他还没有去过镇上 二伯娘家的姐姐经常说他是一个徒老帽 所以小四宝非常想去镇子上看一看 大哥 是猪反常必有妖 他明日不是要去镇上吗 你要一起去 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我本来也是打算要去的 毕竟小妹这个小笨蛋非要一起跟着 万一要是小妹被他带到镇上卖了那就糟糕了 宝宝不是小笨蛋 哼 你这个小叛徒 他就给了你一个好脸色 你就巴巴的跟在他屁股后面当了小跟屁虫了 嘴上虽然这样说着 可大宝还是小心翼翼看着小四宝 就在这时 姜二嫂抱着还不会走路的孩子过来 姜二嫂眼睛滴溜溜一转 直直望向放在炕桌正中间的鱼汤 姜二嫂用力的吞了吞喉水 地来这个死丫头非要找小四宝丸 我就给抱来了 正好赶上你们吃饭呀 真巧 他也不把自己当外人 一屁股坐在凳子上 地来还没吃东西呢 今天正好给他弄点鱼汤尝尝 二伯娘 时间不早了 你还是赶紧去给妹妹弄吃的吧 妹妹这么小 饿到就不好了 陆娇娇冷眼看着姜二嫂 平日里他们不管吃什么 也从未接济过家里的孩子 一个窝窝头的往来都没有 将心比心 陆娇娇并不觉得的大宝做的不对 大宝 你这说的可就不对了 毕竟我们四一家人 说吧 姜二嫂直接伸手就要抢夺陆娇娇的筷子 却被陆娇娇一巴掌拍开手 干 老三媳妇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我好歹也是你二嫂 咱们早就分家了好不好 平日里你们做什么吃也没说 分给我们一些吧 那我们凭什么把自己的口粮分给你们 你这是说我不要脸 陆娇娇一巴掌将筷子拍在桌上 目光像是翠了冰一样 直勾勾的盯着姜二嫂 你可没有不要脸 你脸皮多厚啊 赶上人家二层楼后了 被母子俩你一言我一语的呛呆 姜二嫂无论如何都做不下去了 站起来气冲冲的出了屋 快吃吧 等会凉了就该兴气了 三宝四宝 你俩多喝点汤 小孩子吃鱼会变聪明的 一日 陆娇娇带着三小宝 坐在老锅头的马车上 三宝和小叔儿都舍不得眨眼 东看看 西看看 对一切都充满了惊奇 娇娇 你丑丑三宝他们兄妹俩面黄鸡兽 倒是你 当娘的白白嫩嫩的 亲娘和后娘能一样吗 说的也是 隔了肚皮 当然不一样 两人对视一眼 浑浊的眼珠子滴溜溜乱转 似乎达成了什么共识 有事说是 我是想说 大前天你家三宝用土克拉砸到我家小狗儿脑袋了 谁让小狗儿说 我是没爹没娘的野孩子 我家狗儿说的不对吗 你们不就是没爹没娘的野孩子 你刚才说什么 再说一遍 李春花也知道陆娇娇不是个好东西 不过按照他们往常的经验 越是说几个孩子不懂事 等下陆娇娇越是会把几个孩子往死里打 反正距离镇上还有老长一段距离 闲着也是闲着 还不如看看别人打孩子 想到这里 李春花露出一口大黄牙 你家这几个野孩子有娘生没爹叫 不懂礼貌没有教养 不是嫂子说你 你就不能好好的教育教育他们吗 还是说 你这个当后娘的根本没有威严 几个孩子根本不听你的话 陆娇娇缓缓缓地抬起右手 许久没有动手打过人了 这孩子就得打 不打不懂事了 话落 陆娇娇接连给了李春花三巴掌 手有点声 打得差强人意 多多包涵吧 李春花猛了 捂着自己被打肿的脸 小贱人 你竟然敢打我 孩子不懂事该打 大人不懂事 更是该往死里打 你敢打我 我跟你拼了 今日我不打死 你我就不姓李 我跟你姓 李春花张牙舞爪地朝着陆娇娇扑去 陆娇娇直接一脚 将李春花踹下了马车 老郭也停下了马上 方才几人的对话 他都停在耳中 要不是自己试得当叔叔的 他都想给狗娘一巴掌了 来到镇子上 陆娇娇带着三宝 来到一家生意 看起来很好的酒 站在门口迎来送往的店小二 看到他们穿得粗不衣衫 脸上立刻露出不屑的笑容 要饭去别家要了 别耽误我们酒楼做生意 我想见一下你们掌柜的 我们家掌柜的骑士 你说见就见 快走快走快走 唉 这也太欺负人了 说好的来的是客呢 说好的喜迎八方客呢 娘 我们去对面 对面也有家酒楼 娘似的走进千禧酒楼 动作麻利的店小二 立刻笑眯眯的跑过来 我们不是来吃饭的 我们想见一下 你家掌柜的可以吗 店小二愣了下 你们先请坐 小的这就去后厨 请我们家掌柜的 一炷香的功夫 店小二带着一个年轻男人过来 掌柜的 就是这位姐姐 说要见你 不知道小娘子找在下有何事 陆娇娇把木桶放在掌柜的面前 这是我们在村里小河里扎的鱼 都是传野生的 掌柜的您看您要不要 掌柜低头看了看木桶 的确有二十多尾活蹦乱跳的鱼 小娘子也看到了 咱们家酒楼里客人甚少 也就在中午和傍晚的饭点 能上几桌人 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你们的生意不如对面的好 不瞒小娘子说 对面的是老字号了 百年招牌 光是招牌才是十几样 厨师更是从五湖四海请来的大厨 咱们跟他们没法比 你们通常怎么做鱼 煎炸闷煮炖 骗鱼嘛 骗的 骗的鱼片又面粉裹起来 放在油里炸 加出来撒上盐巴和辣椒碎 味道也不错 这样 我送给你们一个做鱼的方子 你们觉得味道可以 就收下我这一木桶鱼 怎么样 反正眼下酒楼里也没有客人 掌柜的点了点头 小娘子 后厨请 看好弟弟妹妹 不要乱跑 等下卖了鱼 就给你们买吃的 说完路焦焦跟着掌柜的去了后厨 三宝拉了拉大哥的手 担心的问道 大哥 要是他把酒楼里的后厨给烧了 那该怎么办呀 不会要把我们抵材吧 不会的 三哥 好娘是不会卖我们小宝宝的 大宝没听到弟弟妹妹的对话 他现在心里有些乱 因为这个毒妇好像真的同以前大不一样 让他有些拿不准他到底想做什么 厨房内 掌柜目瞪口呆看着面前的一盘水煮鱼 姜 太香了 又麻又辣又鲜香 鱼肉还是嫩滑可口的 妙集了 小娘子 你的鱼 我钱都要了 咱们现在就去算账 少许一斤重的鱼十文钱一斤 大鱼一斤重的鱼十二文钱一 总共卖了238文 掌柜的给补到了240文 不过掌柜的还是好奇 路焦焦流出来两条不卖的鱼 小娘子 不知道这两条鱼有什么特别之处 掌柜的听说过野生刀鱼吗 话音未落 掌柜的急忙看过去 这就是野生刀鱼 传说中一斤可买半投注的刀鱼 没错 小娘子 这两条能卖到二两银子了 路焦焦自然知道刀鱼价格贵 也正是因为价格昂贵 所以根本不知道要卖给谁 平常人家怎么可能花二两银子买两条刀鱼 二两银子都可以够一家人生活两月了 小娘子 你听我的 你去周府卖 他们家有钱 周公子对吃食尚更是要求的高 你去哪儿卖 绝对能卖得出去